生活懒人包 行政院通过烟害防治法修订 把合法买烟年龄 从18岁上修到20岁 对于新形态烟品也修法管制 电子烟是全面禁止 加热烟的部分则是开放烟管 如此一开一进的规定 让董事基金会抗议 认为加热烟同样对身体有危害 质疑政府扛不住压力 才替烟伤开后门 紫色葡萄口味 绿色的闻起来就像一杯鸡尾酒 有的装在盒子里要充电 也有抛气势 各式烟品五花八门 就怕年轻学子经不住诱惑 政院通过烟害防治法修正 何发买烟年龄 从现行18岁上修到20岁 应该调到25岁 我觉得很好啊 因为我们也是反对吸烟的 因为吸烟二手烟也对小孩不好 所以我觉得这样比较好 比较美国提高购烟年龄 也扩大禁烟场所 这回修法重点更聚焦 新型烟品管制 新型烟品的出现 对吸引民众的好奇接触 甚至于成瘾 尤其对青少年非常严重 有别于传统纸烟燃烧烟草 电子烟是把烟油加热物化 加热烟则是透过电子设备 来加热烟草 后面两种原本是双双禁止 但修法后电子烟还是全面禁止 加热烟则是开放盐管 等于是宣布合法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政府 要在美国烟草公司的压力底下去 器械投降 很难过的是台湾本来是禁止的 只是缺一个明确的法律 因为它是用韩式的方式去禁止 明确的法律 但是今天政府的修法 竟然是从禁止退为一开一进 修法时代立法院通过实施 往后电子烟不止买卖违法 抽电子烟也会被取缔开罚 在禁烟场所吸烟也加重罚则 隐君子们可得多注意了 以免荷包失血 记者零星球方为财特别报道